音樂 所以 這些 受祝福的 所形成的片段人格 那 猶大 代表了 自我背叛的那個人格 好 等一下 我們會說 來 各位 我們有 幾個星座 12個星座 我們有幾個生效 12生效 我們一年有幾個月 來 還有十二什麼 天干地支 我們接下來就會講 十二 為什麼是十二 為什麼有十二個月 為什麼有十二個星座 那十二個星座 怎麼來的 那等一下 我們就會說 十二個星座 代表 所有的地球人 人性的層面 大部分分十二類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 而 基督代表什麼 內我 基督是內我的能量 內我的能量 用三個人格 來代表基督的能量 圍繞著基督 十二個人格 代表了十二種 世俗的特性 所以 基督戲劇 代表了人類的原始行星模型 什麼行星模型 內在本體 外在人格結構 來 了解我在說什麼吧 所以在座每一個人 跟全世界七十億人口 他都是屬於十二類人格當中的其中一類 所以 基督有十二個門徒 十二個門徒 這十二個門徒就象徵全人類 這樣 知道我的意思 象徵全人類 而 猶大 代表十二個人格裡面 代表自我背叛者 十二個人格裡面有老實的 有這個 可靠的 有聰明的 就像佛陀的弟子 裡面有神通的 有沒有 還有什麼阿難 是不是 有木劍聯 有老實可靠的 有神通的 有偽小寶的啦 簡而言之 代表 所有人類的 十二種世俗的特質 各位 這代表我們的什麼 人格 各位 你們現在是一個人格嘛 可是你從哪裡來 你從哪裡來 所以講到人存在的本質 來 我們再往下看 好 所以 猶大 戲劇化的 每個人 個性中的 那個部分 他貪婪的 貫注在物質實相 而 代表了 否認了內我的那個自己 所以 猶大 代表了 對世俗的一個 貪婪 這樣 各位要解我第一次 對世俗的貪婪 那 這是 人性當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 好 沒有對跟錯 沒有對跟錯 就像我常打個比喻嘛 就像你們夫妻 夫妻常常有沒有一個很省 有一個特別愛花錢 有一個特別捨不得的 有沒有 一樣啊 你們的孩子也是一樣 每個孩子 每個家庭也演出不同的特質 如果有四個小孩 四個個性都不一樣 是吧 對 同樣的意思 所以 十二個門徒當中 每一個都代表了一個人的不同特質 所以 在座每一個人 你一定有你對應的十二門徒當中的一個 一定有你對應的一個 他所代表的人格特質 跟你的一定是類似的 那 今天不管你是十二個 種類當中的哪一個 重點是 這十二門徒所圍繞的是什麼 基督 那 基督代表什麼 內我 好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各位 這也代表所有你轉世的自己 跟所謂的 對等的人格 他同樣圍繞著你的 內我 你不知道你轉世的自己 內我知道 你的對等人格知道 所以去瞭解 你跟你的內我的關係 好 所以為什麼 整個基督教 變成人類的主要宗教 因為他代表了每個人類 最後都要追尋回到他的什麼 內我 為什麼 佛教成為東方的主要宗教 因為佛代表了什麼 內我 所以釋迦牟尼佛是一個肉身 他有肉身人格的一切特質 同時他又具有內我的特質 這樣明白了嗎 來 各位 這也是在座你們每一個人 接下來生命最重要的目標 你是一個人格不要忘記了 可是 你也是 內我的一部分 意思是說 將來你們 不是只是表現出人格的特質 請問你要不要把你內在的神性跟佛性 也慢慢顯現出來 好 所以我常跟各位開玩笑 好 有時候同學會在那邊笑啦 說把許醫師人格化有沒有 神格化 我說許醫師不需要被你神格化 我已經是神了 神不需要被神化嘛 我還跟大家開玩笑 我不只是 神 你也不要把我神格化 因為我已經是神了 我不但要把我變成神 我還把你們都變成神 因為你們本來就具有神性 只是這兩千年來你們輪回的太爽了 爽到忘記你有神性 這樣明白了嗎 你們吃地球的米 喝地球的水 穿地球的衣服 這個 將來要火化的肉體 你們手伸出來哪一隻手將來不用火化 明白了嗎 你們喝地球的水 吃地球的食物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不可以說台灣話 好了 你們吃 美鳳你聽得懂了 會平常被罵 我先薄 各位 你來到地球 又聽懂了齁 你來到地球 喝地球的水 你們在座誰不是喝地球的水的 吃地球的米 穿地球的衣服 什麼衣服 肉身 然後 這一波的輪回 兩千年 搞到後來 你還真的以為你是地球人 好不好 你還真的以為你是地球人 來各位 你搞清楚沒有 你搞清楚沒有 各位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你們來到地球 當男人 當女人 結婚生子 娶妻生子 你搞到後來 你還真的以為你是地球人 你還真的以為你是個人類 這樣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基督教跟佛教 告訴你 你根本就不是人 告訴你 你忘了 你所來自的神性跟佛性了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神跟一個佛 需要一個神跟一個佛 不是讓你來拜他的 是來告訴你 你的本質是什麼 這樣有沒有一點概念 各位撒旦們 吃地球米 喝地球水 穿地球衣服 搞到後來你們都忘記你們是誰了 所以賽斯為什麼要來 告訴各位親愛的笨蛋你們是誰 為什麼 賽斯在講療癒 賽斯在講創造豐盛 你憑什麼療癒 憑什麼創造豐盛 憑什麼 憑你是個醫學院的學生嗎 憑你是個醫生嗎 憑你是個名醫嗎 沒有用 憑什麼 你們終於開始覺醒了 你們終於開始用不一樣的信念看自己 你們終於要把你們內在的神性跟佛性慢慢打開 來 各位有點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如果說民主制度賦予你們每個人一票 你們可以投票選市長選總統 以前可以嗎 不行啊 如果說民主制度賦予你們每個人 法律上眾生平等 那麼你就知道現在賽斯心法要幹嘛了 各位 賽斯心法要賦予你們每一個人 內在的神性與佛性 要賦予你們 你們來地球 喝地球水 吃地球米 穿地球的衣服 那麼久以來 你忘記了你的本來面目了 這樣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整個賽斯心法是 全面的打開地球人的 神性跟佛性的能量 從你們的什麼開始 身體偉大的自我療癒力 從你們什麼開始 創造實相的力量 從你們什麼開始 信念如何創造實相 從你們什麼地方開始 靈感 直覺 內在感官的運用 這樣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是啊 因為現在地球的所有的學問 科學 醫學 藝術 很抱歉 都是用人性建構起來的 沒錯吧 對 所以為什麼我說賽斯心法要開啟 人類 一夜 輝煌偉大的未來 就這個原因 就這個原因 甚至各位你可以這樣說 把2500年前 佛陀沒有完成的 把2000年前 耶穌沒有完成的 現在我們大家要把它完成